大家好我是徐老师今天我们给AMC10做一个final review 我还是先从代数讲起数学竞赛四大块吧先从代数讲起 代数我觉得是最basic的一个而且是所有内容的基础吧 所以代数我们一定要学好 那么代数第一个点我讲的是这个power rule power rule呢它 嗯换个颜色 power rule它主要 是有些个rule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唯一可能欠熟悉的就是这个首先这个负的 就比如说a的任何数a的负一次等于a分之一嘛 就是reciprocal 就比如说2的0次方是等于1 那么因为2的一次方是等于2嘛 大家会发现如果它的power减了1的话 它相当于是除以2 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有2的负一次 到这里power也是减1 这里还是除以2 就应该是2分之1 同样的我们有2的负二次 应该是等于4分之1 所以说我们就有in general a的负n次 就是a分之1的n次 或者就是a的n4分之1 那么还有一个分数的power 就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根号2的平方会等于2的一次方 所以呢 根号2就会等于2的2分之1次 那么同样的道理 2的根号三次cube root会等于2的3分之1次 那有时候它会结合起来做一些转换 比如说吧 比如说8的根号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8是可以写成2的3次方 然后再来个2分之1次 这个我们可以写成2的2分之3次 或者比如说16的根号三次方 那么16是2的4次 根号三次是3分之1次 这可以写成2的3分之4次 这种转换我们还是要会的 第二个讲的点就是统一的关于radical的 就是关于带根号的这种expansion和simplify 这个题我们这种计算我们在竞赛里也经常看到 而且实际上它是课本里面也是要求的 只不过放在11年级 那么这个首先我强烈推荐大家把这几个公式记一下 这个叫做这个就是difference of square 我们知道这个打开来就是这个 但是反过去呢就是个factor 同样的这个是两根之合的平方 会算到这个中间是加2AB 两个两个差的平方中间是减去2AB 然后竞赛有时候它也会用到这个三次方吧 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 到时候反正出现的也比较少 因为它照顾这是十年级的内容嘛 那具体的应用像这三个公式就完全可以用到这个根号的计算 就比如说这个expansion把这个看成A这个看成B 那么就是A方加上2AB加上B的平方 这里A根号2的平方就是2 中间是2AB那就是6倍的根号2 B的平方就是9 最后可以变成11加上6倍的根号2 然后这个呢看成A加B A减B 那么就是A方减B方 A方是16B方是2 所以答案就是14 然后如果碰到分母底下有根号的话 我们要做的就是Rationalize the Denominator 就是要把底下分母变成Rational Number 那具体怎么做呢 像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上下都乘以根号3 就变成了三倍的6根号3 那么就变成了两倍的根号3 像这种它也有个专门的算法 就是上下都乘以一个conjugate 3-根号2的conjugate是3加根号2 之所以乘以3加根号2呢 我们会发现它底下用一个difference of square 就是会变成9-2 就底下会变成7 然后上面就变成了 上面还是不变 这样的话它的分母就变成了一个Rational Number 那么就可以就可以接下去算了 接下去simplify了 同样的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上下同乘一个conjugate 5加根号2的conjugate是5-根号2 然后下面就变成了25-2 那就是23 上面还是5-根号2 这个就是simplify 这个就是都是所有的关于radical的内容 那么实际上这个radical的内容 在几何里我们也是经常看到的 经常会碰到这种 就比如说把它给你一个圆 让你算这个圆的area 但是它给的那个圆的半径是一个 不是一个整数 而是一个radical number 那我们就需要算piR square 然后这里我们也是要会算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东西的平方 那么就是2倍的根号3的平方 加上2ab 中间是4倍的根号3 加上1 2倍根号3的平方是12 然后12加1会算到13 再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这个三角形 它的边是 又是一个radical 二倾根号2 算area 那就是边的平方除以2 那这个计算我们也是要会的 就是2的平方是4 中间是减去4根号2 然后再计算一下 同样的 我们也经常在similar triangle里面 看到这种的简化 大家也都是要会的 接下来讲的一个点是 quadratic equation 这个是11年级的内容 大家需要自学一下 其实10年级的时候 大家已经学了factor 我们知道解一个 一般的quadratic equation 就比如说x平方 加3x加2等于0 这个大家都是会的 先做一个factor 就是加1和加2等于0 然后x就等于-1和-2 但是碰到一些 没法factor的 quadratic equation 那么我们就要用到 quadratic formula 就是x等于-b 正负根号b的平方 减4ac除以2a 这个公式 对于任意的一个 quadratic equation来说 就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个式子 两倍的x方加5x加1 那么我们就有 x等于-5 正负根号 5的平方减去 4乘2乘1 就是减8 然后底下是2乘以2 所以最后会算到 -5加减根号17 这就是x 另外一个点就是 韦达定理 Vedas formula Vedas formula讲的是 对于任意一个 ax平方加bx加c 它的两个solution x1和x2 它们加起来会等于 负的a分之b 它们乘起来会等于a分之c 这个实际上我们自己 很容易推的 就比如说 如果 这个我们先把a除掉 会变成x方加上b除以ax 加上c除以a 等于0 那如果它可以factor的话 它只能分解 如果它可以factor成x-1 x-x1和x-x2 等于0 然后把这个打开来的话 我们就会有x1乘以x2 等于c除以a 然后x1加x2 等于负的a分之b 那具体的应用呢 还是以刚才这个例子 那么就有x1加x2 等于负5除以2 x1乘以x2 等于2分之1 大家有时候也会看到这个题 就直接问你说 what's the sum of the equation 什么什么什么 那大家可以直接用伟大定理 接下来跟quadrat equation相关的 还有completing the square 还有很偶尔的 有时候会让你求一个equation的 maximum and minimum number 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里y等于x平方 加2x加6 它问你 这个的maximum value是多少 当然它不会直接问 它会出现在其中一个小 其中一个step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completing the square 这里给它补上一个1 那么前面三个呢 会变成x加上1的平方 又因为加了1 所以我们还要减掉一个1 然后把6和减1变成加5 然后就变成了这个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 这部分平方的部分是很大于等于0的嘛 那也只有当x等于负1的时候 这个式子会达到最小值 那就是5 好我们接下来看几何geometry的部分 geometry我就讲三个点吧 一个是circle 一个是similar triangle 还有就是special triangle circle的部分 几个常用的支持点 就是说 比如说它一个直径 那么直径对应的任何一个角 任何一个圆上的角 它都会是直角 然后另一个点就是 比如说它有一个tangent line 切线 那么从任何的一个圆心出发 我们一般来说都会把这个tangent point 和圆心连接起来 而这是一条垂直的 第三个点呢 就是比如说任何一个圆 圆上它有一条ab 这是一条chord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会从圆心出发 做一个垂线 而这个垂线呢 刚好是会是把这个弦对半分 因为这个很容易证明的嘛 因为我们可以把两个半径一连 那么它就是一个isoceles 那么它就是一个isoceles的高 就是一个对半分的点 最后就是 比如说圆外任意一个点p 它做两条tangent line pa和pb 那么我们一般会把两个tangent line相连 然后这个都是垂直的 那我们就有pa等于pb 这个就是圆一些比较常用的 常用的点吧 然后similar triangle 也是一个很常用的 它有时候会跟algebra结合起来 就我记得就有这么一个题吧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么如果做一条高的话 那我们就有这个小三角形 这个小三角形和这个大三角形 三个都是相似的 那么比如说有这么一个题 我记得它是用algebra来算的 假设比如说当时是 这一条边是5减x 这一条边是2x 而这一条边是15加x 那我们就有5减x 比上2x 会等于2x 比上15加x 然后这个如果做一个交叉相乘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quadratic 然后会解出来x等于3 所以相当于是 这条边是6 这条边是2 这条边是18 然后2比上6 会等于6比上18 因为都是1比3嘛 这个就是similar triangle 在geometry里经常用的 然后就是一个special triangle 这个大家会经常看到的一个就是30度角的直角三角形 我们知道一个30度角的直角三角形 它的三条边是1比2比根号3的关系 具体道题呢 就是比如说很常见的一个 一个等边三角形 它的三条边都是1 比如说它球面积是多少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条高 然后因为这条边是1分之1 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30度角的special triangle 那如果这条边是1分之1的话 它的另一条斜边就是1 那么它的height就是2分之根号3 那么这个整个三角形的面积就是1乘以高 高是2分之根号3除以2 会等于根号3除以4 有时候它还可以跟similar triangle结合起来 就比如说它是一个三条边都是10的三角形 它让你球面积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它这个边的ratio是1比10 那么它area的ratio就是1比上100 因为如果是one dimension就是1比10的话 那么两个dimension就是square一下 所以就是1比100 那我们可以直接用根号3除以4 然后乘以100会等于25倍的根号3 这个就很快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counting counting我就讲四个点吧 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还有star and bars method 还有sequence and series 还有three circles and diagram 组合呢它有一个核心的技巧 叫做combination 就是这种问题经常是包括从几个人里面选出几个人 组成一个group或者一个team 那这个选择它们的顺序是不需要考虑的 就比如说有这么一个题 我们有ABCDE五个people 我们要选出三个人组成一个team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都列出来的话 实际上有可以列十种 但我们实际上可以用另一种更简单的思考方法 就是说我们需要三个人 那么第一个位置有五个人 第二个位置有四个人 第三个位置有三个人 把它乘起来 但是呢 它们的order是没有关系的 它们三个人有三乘以二乘以一 或者说三的阶乘三的factorial 有六种它们的order 但实际上它们的order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六种相当于是一种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六种都给除掉 那么就是五乘以四除以三除以三乘以二乘以一 答案就是十 跟前面算出来的是一样的 这个method of combination 就是counting里面的一个核心技巧 进入AMC时之后呢 实际上它有时候经常会用到一个很常用的技巧 叫做stars and bars method 这个技巧经常就是用来 比如说把几个一样的东西分给几个人 比如说这个问题里面 How many ways can one distribute four symbols to three people 那我们假设这三个人是abc 那如果a是零的话 那么bc分别可以是零四一三二二三一四零 有五种 那如果a是一呢 我们就可以列出后面有四种 a是二呢 后面就有三种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五加四加三加二加一等于十五种 那这样的话counting也可以 但是如果用stars and bars method 用来做比较大的数字 就比如说你有十个ball 要分给四个people 那就要用一些比较高级的counting技巧 就是这个技巧怎么用呢 就是说我们考虑四个ball 那就是四个star 然后分给三个人 那我们就考虑两个divider 就比如说在这个case里面 这是四个star 看这个情况 四个star两个divider 那在重情况的话 a就是三个 b就是一个 c就是零个 310 那在重情况呢 a就是一个 b就是两个 c就是一个 然后这种情况比较特殊是400 那实际上四个ball和两个divider 就已经就已经包含了所有的情况了 那现在的这种counting问题呢 就变成了说四个ball和两个divider 一共有六个object 六个object里面两个位置是放divider 那实际上相当于从六个里面选两个 那就是六乘以五除以二等于15 那如果是比如说十个ball 要分给四个人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三个divider 三个divider 三个divider 那么总共有13个object 要从13个object里面选出三个位置 你们看这样很方便吧 所以这个技巧是挺有用的 数列实际上我们做题中也经常一直在用的 虽然我们自己没有感觉 但是实际上呢 它也是有一些公式可以总结出来的 就比如说有一个题 1加4加7加一直加到100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用首相加末相 first plus last times how many number how many number我们可以用100减1 除以他们的common difference 3加上1算出来34个 那么这里有34个数字除以2 那么就有101乘以17 1717 好第二种就是geometric series 就比如说有这么一个题 1加3加3的平方 加3的三次方 一直加到3的七次方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用公式 u1是第一个 然后乘上common ratio是3 3一共有8个term 那么8次方再减掉1 除以3减1 那么这里3的8次方 我们可以用计算计算一下 我们可以用计算计算一下 3的8次会算到6561 然后再减掉1除以2 然后再减掉1除以2 然后除以2会得到3280 这也是一种 第三种呢就是要一个无穷数列 infinite geometric series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题 4分之1加上16 加上16分之1 加上64分之1 加加加无穷 这里common ratio是4分之1 那么就用公式 这个s就等于u1是第一个 就是4分之1 再除上1减去common ratio也是4分之1 这个就是4分之1除以4分之3 答案就是3分之1 那么其实主要就这么三个公式 来讲amc10的一个专题 就是three circles van diagram 这个经常会在counting里面用到 它这个概念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三组数 A B C 然后它们分别是有交集的 那如果我们要求这个三个元 它们整体总共有多少个 就是说A B C 它们一共有多少个去掉重叠的部分 这个具体的计算方式 就是用A的数量 加上B的数量 加上C的数量 那我们看A加B的话 实际上这一部分 A和B相交的部分 是算了两次的 所以要把它减掉 同样的A和C相交的部分 也要减掉 B和C相交的部分也要减掉 最后我们考虑中间 A B C相交的这一块 它A算了一次 B算了一次 C算了一次 它实际上这一部分算了三次 然后在减掉 A 减掉A交B的时候 已经减掉了 在减掉A交C的时候 也减掉一次 减掉B交C的时候 也减掉一次 它就减掉了三次 等于它什么都没有 但实际上这个应该要算一次 所以最后再给它补上了一次 这样讲可能还是有点太抽象了 我们看一个题就知道了 就比如说有这么一个题 从1到60 How many numbers are 3 multiple or 4 multiple or 5 multiple 就是3或4或者5的倍数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想 首先345共同的倍数60 那是一个 然后3的倍数有20个 3和4共同的倍数 12的倍数有5个 那么这里应该是4 因为一共是5嘛 然后3和5共同的倍数 3和5是15 15的倍数有4个 那这里就是3 20的倍数有3个 那这里就是2 然后3的倍数有20个 20减掉这个8 这是12 然后4的倍数有15个 15减7 这是8 5的倍数有12个 12减6 这是6 然后把它们全部加起来 就是26加上10 等于一共有36个 那如果我们用刚才那个方法呢 首先它是 它是这个A并B并C 这个的value会等于 首先是A A是20个 然后B是15个 然后C是12个 然后减去A交B A交B就是12的倍数有5个 然后3和5 15的倍数有4个 然后再减去20的倍数有3个 最后再加上1 这样的话算出来 这个是47减去12 再加上1 对也是等于36 所以这个方法是正确的 最后我们看一下数论 number theorem 数论我就讲三个点吧 第一个是factors 第二个点是modal operation 第三个是base k numbers factors呢 它比较常见的一个点 就是求number of factors 就比如说它给你一个数字 随便给一个 假设1800 它问你how many numbers of factors of 1800 它这个不一定是这么问的 它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小步 那么具体的做法就是 我们先把这个数字 prime factor 写成2 power of 3 times 3 power of 2 times 5 power of 2 那我们知道任意一个factor of 1800就可以写成2的x次 3的y次 5的z次 其中x呢 是可以0123 然后y可以是012 这个z可以是012 就比如说三个都是0的话 2的0次乘以3的0次乘以5的0次 就会算到1嘛 所以 total number of factors for 1800 就是这个3加上1乘上这个2加上1乘上这个2加上1 就总共是4乘3乘3就是36个 这也是一个很常用的点 这里呢我们要讲一个经常用到的一个就大家自己做的时候可能不一定会用这个但是你去看一些答案它里面经常会出现这个 就是说sometimes we are only interested in what the remainder is for these cases there is an operator called the modular operator sometimes we just say mode 就是说它引入了一个只计算remainder mode的计算 就比如说31 equal to 1跟1是相等的在mod 10的情况下 因为它们两个除以10的remainder都是1嘛 比如说42会等于43会等于22 在mod 7的情况下 这个东西其实很容易理解的 只是说这是我们平时讲题的时候用来表达的一个很有用的方式吧 我们来讲amc10的一个专题就是base k numbers或者说k净之数 k净之数呢它的idea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 随便举个例子 1234它是一个实境之数 那么这个数实际上是这个1对应的是10的三次方 这个2对应的是10的平方 这个3对应的是10的一次方 那么再加上4 那么同样的道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5613 它是一个7净之数 那么它实际上这个5对应的是7的三次方 6是7的平方 1是7 然后再加上3 这个我们转换成10净之数 我们计算计算一下 就是5乘以7的三次方 加上6乘以49 加上7加上3 这个会算到2019 那么同样的道理 反过来就是说如果给你一个2019 它是一个实境之的数 它让你转换成一个数 base k number 这个怎么算呢 那就是用2019 先除以7的三次方 这是最大的吗 会算到5 然后remainder 这个我们算一下 2019 除以343 会算到5 remainder304 然后再把304除以7的平方 这个304除以 304除以49 会算到6 remainder10 然后再用这个10除上7 会算到1 remainder3 所以这个5呢 就相当于是 在这个签位上 然后6 1 3 这个是个7净之 这样就把这个10净之 转到7净之了 实际上就这么两种转换方法 它的idea是比较简单的 那今天讲的这些知识点呢 那今天讲的这些知识点呢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 是我觉得是一定要掌握的 而且最好是非常的熟练 就是一看到这个问题 能够马上反应过来 然后很快的能够给它算对 能够用这个方法把它算出来 因为这些 讲到的知识点 它实际上并不是说 一定会出这样的题 它可能就是 因为一个竞赛题 它往往需要你分 两步甚至三步来进行思考 那它可能就会出现在 其中的某一步 那这个某一步 如果你卡住了 那后面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这些东西 今天讲到的 实际上是要非常的熟练 这样的话就不会在中间的问题卡住 那希望大家把这些知识点都掌握一下 然后好好准备一下AMC式的考试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